来看一个产学合作的消息 这是说海市105年度结合了日月光半导体公司 还有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共同规划了产学吸手专班 今天也办理了签约与世 将提供电子科的学生 一边就学一边进入职场实作 未来毕业之后就是日月光的工程师 苏尔海市今天与日月光半导体公司 以及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完成产学吸手专班的签约仪式 同学都一问稳定的工作 你有一份收入 你可以照顾到家庭 你可以促进我们宜然社区的一个稳定性 那另外在产业面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合作 提供业界一个基层技术人才的需求 那另外在学校面 我们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包括 高雄海洋科大 以及我们苏尔海市 都建构学校的办学的特色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主轴之下来发表 让学生们 在没有进入职场之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产学的合作 在他学习过程中 他既了解理论 也能够接触他一些实物 我想对未来人 他进入职场都可以加薪救生 产学洗手专班兼顾学生升学以及就业 以311的模式进行 也就是三天上班 三天上课 一天休假 一边在高雄海洋科大来就学 一边在日月光进行职场的实物操作 且编制为正式员工 毕业之后就是日月光的工程师 而且年制已有四年 协助学生能够习得一技之长 所学所用 提供产业界技术人力需求 各位在未来假设你进入了这个专班 未来的四年 你是把工作跟求学这两件事情 是挂钩在一起的 换句话不再像现在很多的同学 他去读大学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读大学 他也不知道大学内容上的科目 跟他未来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透过产期专班的这样的课程规划 你们的课程上课的内容安排 是跟各位在工作上的工作性质 是完全粘结在一起 那换言之 当你们大学毕业之后 除了你们在求学阶段 已经是正式员工了 当你们大学毕业之后 假设你们对你们的工作 仍然有高度的兴趣 你们在现场留下来的工作职位 完全加勤就手 那么日月光也对各位的未来 做了一个严谨的安排 也就是经过一个内部的审核 各位就是工程师 我们尝试想一下 各位四年之后 你拿的毕业证书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那有了日月光四年的年资 四年年资是实实在在的年资 就是你已经是日月光四年的工作经验 以及你四年之后 毕业了之后 如果你取得公司的认证 你就是一个正式的工程师 你不需要跟其他的大学生一样 毕业之后就要担心 我要去interview什么公司 然后我比别人还多了四年的年资 四年年资是差很多的 所以还是希望透过产学 吸手专班 提供家长以及学生多元选择 升学就业兼顾的受教机会 有助于学生个人生涯发展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